有一次,西山书记在北京市村节晚会的时候,晚会后给大家请吃饭,当时赵本山先生,范冰冰小姐,李冰冰,几十个演艺圈,做一张桌子,一张大桌子,大概这个时间应该我相信是2008年以后,2010年左右,西山书记,当时是西山市长,开始玩家说,嗯,听说现在市场什么价格都涨,我是当市长的很为难,房价涨,建筑费用涨,菜也涨。 什么都涨,听说你们这演员这价钱也涨了,我看了个报道,赔一晚上过去的十几万,现在都七八十万,都两三百万,真的假的呀,所有人全傻了,连赵本山大师也傻了,不敢回答了,结果人家范冰冰小姐特别机智,智慧,幽默地回答,首长,如果您的话,那免费,大家哄腾大家。 大笑,西山同志这个,这个相貌,这个感觉一下子过去了,哈哈大笑,大家也可以问问北京市哪个领导不知道,坊间哪个不知道,连麦桃胡子都知道这个故事,说你看看人家范冰冰小姐这个智慧,首长,您要是免费,所以说范冰冰小姐不是一般的智慧。 对没看见。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